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图长河 许多世纪以来,艺术界的女性在艺术创作和发展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女性一直在努力奋斗 并在男性主导的艺术世界中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 许多勇敢而有才华的女性艺术家坚持追求自己对艺术的热情 并通过她们的作品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她们经历了巨大的挑战,争取在男性主导的艺术世界中获得认可和成功 今天图长河将带您穿越时空,一起来简单了解一下 文明世界的女性艺术家的成长经历,代表作和主要成就 兰茨·贝格赫拉德,Huried von Landsberg 是12世纪的一位德国修道院院长、学者和著名的中世纪女性作家 出生于公元1130年兰茨·贝格城堡 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位于武斯山脉的霍恩堡修道院 霍恩堡修道院,又名圣奥地尔山 由从巴伐利亚·贝尔根本堵会修道院派来的修女雷琳达管理 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菲特列巴巴罗萨 Frederick Barbarossa的支持 修道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势力强大 并成为改革的源泉 赫拉德在修道院接受了12世纪女性所能接受的最全面的教育 赫拉德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是她在霍恩堡修道院担任院长职位 作为院长,她在修道院内建立了一所重要的女子学校 供年轻女性接受教育和培训 这样的举措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使得她成为了中世纪女性教育的先驱者之一 作为一位学者和作家 赫拉德的代表作品《欢乐花园》 是一本包括经文、插图和注释的百科全书式手稿 涵盖了各种宗教和世俗主题 在书中 赫拉德深入探讨了美德与罪恶之争 并在文字之前加入了生动的视觉图像 原稿在324张羊皮纸上共有648页 作品大部分用拉丁文撰写 约有1250条德文注释 它的主要特点是有336幅插图点缀期间 其中许多是神学、哲学和文学主题的象征性表现 一些是历史题材 一些表现的是艺术家实际经历中的场景 还有一幅是她的宗教姐妹们的肖像集 这些作品的技法备受推崇 几乎每幅作品都展现了赫拉德同时代艺术家中 罕见的艺术想象力 《欢乐花园》成为了中世纪著名的文化和知识汇编 集结了当时最重要的学问和艺术成果 这部作品不仅展示了赫拉德的学识和才华 也对后世的艺术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幸的是 原作在1870年普法战争斯特拉斯堡围城战中 因新教神学院图书馆和斯特拉斯堡市图书馆被烧毁而失传 但感谢克里斯蒂安 莫里斯 恩格尔哈特 Christian Morris Engelhardt 在1818年的复制品我们仍能够欣赏到部分插图 此外 关于兰茨贝格的赫拉德的生平和作品的信息 还有施特劳和凯勒在1879年至1899年间出版的文献可以参考 兰茨贝格赫拉德以其在修道院中的领导地位和他的学术成就而闻名 其在修道院中培养女性学生并为他们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 他坚信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 赫拉德的工作在当时对于女性教育的推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并为后来的女性教育提供了一个范例 他的努力对于中世纪社会中那些渴望学习和发展的年轻女性来说 是一种鼓舞和激励 赫拉德在当时为年轻女性接受系统化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赫拉德的努力和开拓精神为后世打开了很多机会 促进了女性在知识和文化领域的参与 而《欢乐花园》这本手稿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艺术价值 而且至今仍被视为中世纪文化和知识的重要宝藏 她是文艺复兴十七晚期欧洲首位具有国际声望的角式主义女画家 她因把意大利画派引入了西班牙文化而为人称道 安归索拉于1532年出生在克雷莫娜的一个贵族家庭 她是家中七个孩子中的长女 后来她的四个姐妹和她都成为了画家 而她的弟弟则成为一名音乐家 在父亲的鼓励下 安归索拉开始接受绘画训练 并在家庭内部学习了绘画技巧 她的才华很快得到了认可 25岁左右 她已成为意大利家家喻户晓的女画家 1559至1579年 她受到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赏识 被聘请为宫廷画家 从此国际声誉大振 在西班牙期间 安归索拉创作了许多代表作品 她最早的作品是自画像 这是一幅全身肖像画 展示了她对艺术的热情和自信心 此外 她还创作了一系列肖像画 包括成为人们熟知的 菲利普二世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的肖像 这些作品表现出她出色的技艺 精湛的技巧和细腻的情感 在随后的几年中为西班牙宫廷 绘制了许多肖像 包括菲利普二世的姐姐 Wanna和她的儿子Don Carlos 这些画作的难度在于 她需要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 绘制许多精美的面料 和对皇家臣民至关重要的精致珠宝的设计 同时间 一担任菲利普二世的第三任妻子 瓦鲁瓦的伊丽莎白 及女儿伊莎贝拉 克拉拉 埃斯贝拉·克拉拉 克拉拉 克拉拉 可惜的是 这段时期的画作多以亡义 安归索拉的很多作品 都具有温柔和人性化的特点 并强调人物的表情和情感 她的作品通常具有极其精细的细节 同时也能展示出深厚的情感 和内心的强大力量 这些特点在她的代表作品 The Chess Game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这是一幅描绘两名女子下棋的作品 其中一个女子明显处于优势地位 这幅作品不仅表现了角色之间的间隙 和心理角力 同时也体现了安归索拉 对人性和感情的洞察力 除了The Chess Game之外 安归索拉还创作了许多其他的杰出作品 她的作品擅长于捕捉人物的情感 和内心的感受 她的技巧和细腻处理 也使她成为了当时著名的肖像画家 她的影响力 在当时是非常广泛的 并且她的作品 对于后来的艺术家 和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画家 都产生了影响 安归索拉一生 大约创作了50幅画作 其中绝大部分是肖像画 安归索拉是一位非常重要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女画家 她通过自己的创作 展示了精湛的技巧和深厚的情感 她的作品擅长于表现人物的情感 和内心状态 因此在当时得到了高度的认可 成为了杰出的肖像画家之一 她的创作和影响 超越了她当时所处的环境 对艺术界和女性 在艺术领域中的地位 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阿特密西亚 珍蒂莱西 阿特密西亚 意大利巴洛克画家 是17世纪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 一位女画家 她以描绘强势女性 和受苦女性的作品 而闻名于世 阿特密西亚 珍蒂莱西 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位 杰出的历史画家 并未被视为一位 先锋派艺术家 她的成就对于当时 女性在艺术领域中的地位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并且也为后来的 女性艺术家铺平了道路 珍蒂莱西于1593年 出生在罗马 一个艺术家家庭 父亲奥塔维奥 格蒂莱斯基是一位画家 对她的艺术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她的早期创作 包括致力于宗教 和神话题材的作品 但是 她最出色和为人所知的作品 是她的女性题材 通过这些作品 她揭示了女性经历的痛苦和困难 同时也展现了 女性的力量和任性 在珍蒂莱西哥女画家 十分少见的年代 她率先创作了历史及宗教画 其父是卡拉瓦乔的追随者 著名风格主义画家奥拉奇奥 她从女儿小时候 就带着她一起作画 后来她聘请阿格斯蒂诺塔西 做阿特密西亚的私人教师 然而1611年 塔西兴起了阿特密西亚 本来塔西在奥拉奇拉的愤怒下 答应娶二太米西亚为妻 以维护她的名节 这对阿特密西亚来说 虽是强迫婚姻 但当时确实正常的事 订婚后的塔西迟迟不完成婚约 后来才发现 原来塔西早已结婚 因此 奥拉奇拉与二太米西亚妇女 控诉塔西性亲罪 在审讯时陆续发现 塔西还涉嫌固杀手谋害正妻 其妻已失踪多时 性侵扫扫 偷窃奥拉奇拉的画作 但阿特密西亚 仍需忍受法庭的脚趾折磨 以证明自己的证词清白 当时她一边忍受手指的剧痛 一边嘲讽塔西说 戴在我手指上的 本应是你承诺的 结婚 戒指 而不是这天杀的刑具 最终性侵罪成立 塔西被囚禁两年 但因为教宗对她的赏识与力挺 所有罪行后来全部撤销 阿特密西亚 后来创作了一些 女性复仇为主题的绘画 就反映了早年的这一段痛苦经历 珍蒂莱西的代表作品之一是 《摩达拉的玛利亚》 这幅作品描绘了圣经中的一位女性 展示了她的忏悔和信仰 珍蒂莱西在这幅作品中 创造了一种强烈的神秘氛围 并通过人物的表情和手势描绘了其内心深处的情感 珍蒂莱西的另一幅著名作品 《Judith's Way in Halifernis》 也展现了她对于女性力量的赞美和展示 这幅作品描绘了一位女性 Judith在击败敌人之后 用剑砍下敌人军官Halifernis的头颅 这幅作品不仅展现了Judith的勇气和智慧 同时也赞美了女性在困境中的力量和毅力 除此之外 珍蒂莱西创作了许多其他的杰出作品 包括Cliopatra, Susanna and the Elders等 她的作品因其细腻的人物塑造 强烈的情感和深刻的洞察力而受到赞誉 珍蒂莱西后来在父亲的安排下 于1612年底与佛罗伦斯画家西提阿底斯结婚 并随夫去了佛罗伦斯 在那儿她获得极大成功 她吸收了卡拉瓦乔的强烈戏剧性和明暗对比法 创作了一批刻画暴力的绘画 她生下五名小孩 但只有一个女儿长大成人 并继承母亲的画家身份 晚年入选佛罗伦斯迪亚诺学院 阿特密西亚·珍蒂莱西 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女画家 她的作品在当时得到了高度的认可 她通过自己的作品展示了女性的力量和韧性 同时也揭示了女性所面临的困难和痛苦 她的成就超越了她当时所处的环境 对于当时女性在艺术领域中的地位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玛丽亚·安娜·安吉丽卡·考夫曼 玛丽亚·安娜·安杰利克·康曼 1768年在伦敦成立的皇家艺术研究院的 女性创始人之一 瑞士新古典主义画家 她的职业生涯主要在伦敦和罗马度过 作为一个历史画家而被人们铭记 考夫曼是一位擅长肖像画 景观和装饰画的画家 考夫曼1741年出生于瑞士格劳宾登州的库尔 但在她年轻的时候 她的家庭移居到了意大利 这让她对古典艺术和罗马和希腊文化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她的早期职业生涯中 她专门从事肖像画 她的作品精美而具有远见 在她的12岁的时候 她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画家 受到了很多主教和贵族们的赏识 安吉丽卡在语言上也有着惊人的天赋 她从她母亲克莱菲亚 录词 那里迅速学习并掌握了好几种语言 其中包括德语 意大利语 法语和英语 同时 她也表现出 在成为一个音乐家的惊人天赋 并被迫在歌剧和艺术中做出选择 她选择了艺术 因为一个天主教神父告诉过考夫曼 歌剧院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并且充满了肮脏的人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 考夫曼最为著名的成就之一 是她的历史化作品 这些作品通常描绘古代神话和历史事件 如 米纳斯瑟拉的波尼亚斯和卡斯托 和不明真相的泰和西斯等作品 她的作品 特别突出了古典主义的特征 包括强调人体和人物的比例 以及对明暗对比的使用 除了历史化作品 康夫曼还致力于创作肖像画 这些作品反映了她的优雅和艺术天赋 她的一些最著名的肖像画作品 包括《路易斯公主》和《玛丽皇后》等 康夫曼对欧洲文化和艺术界的贡献 是不可估量的 她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 还是一位在当时被广泛认可的社交名流 她通过她的作品和声誉 帮助促进了女性在艺术领域的地位 并成为18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女性艺术家之一 她的作品在当今依然备受欣赏和尊敬 玛丽·艾伦德·Marie Allen Reader 于1791年出生在德国康斯坦茨市的一个艺术家家庭 她在年轻时就展现出了绘画的天赋 并得到了家人和当地艺术家的鼓励和支持 为了提升自己的艺术技巧 她前往慕尼黑接受正式的艺术培训 并成为了雅各布·冯·萨博尔恩·Jacob von Sibern的学生 艾伦德的作品主要涵盖肖像画 历史画和宗教画 她以她对细节的精确把握和对色彩运用的敏锐感觉而著称 她的风格受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 尤其是拉斐尔和克雷吉奥的作品 她善于捕捉情感和表达内心世界 她的人物形象生动而富有表现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艾伦德开始展示出她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新性的观点 她的画作呈现出强烈的表现力和情感 同时注重细节和色彩运用 她尤其擅长描绘圣母玛利亚和基督教神话题材 这使她在当时享有圣誉 作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宗教题材在艾伦德的创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她创作了许多描绘圣经故事和圣人的作品 以及教堂壁画和祭堂画 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是她为康斯坦词大教堂创作的壁画 圣母领报 除了宗教画 艾伦德还致力于创作肖像画 她以精心捕捉人物特征和塑造个性而闻名 她的一些著名肖像作品包括 弗朗茨 冯巴坦库尔勋爵夫人 和卡尔 鲁德维希苏格兰国王侯爵等 艾伦德的成就 不仅体现在她的艺术创作上 还体现在她的地位和影响力上 她是德国第一批获得正式艺术教育的女性之一 并成为慕尼黑艺术学院的首位女性讲师 她的工作为后来的女性艺术家打开了道路 并为她们争取了更多的权利和机会 女性艺术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 逐渐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成就 她们通过创新的艺术风格 独特的主题选择和对时代的敏锐洞察力 在艺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她们的作品逐渐受到了更多人的注意和赞赏 为后来的一代女性艺术家树立了榜样